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杰少 现在和表弟来到了南宁金桥客院站 对呀 要来这里干嘛呢 你过两天要回家了春节嘛 我就提前过来买票 对 其实应该也没有多少多少人来坐这个车 但是当天回去的话 如果不早点买票的话 可能买到比较晚的 我就怕回家太晚了 所以就提前过来买吧 反正就是以防万一嘛 肯定提前买好 比较好一点 反正可以提前买 对呀 虽然说你这个是坐汽车比较近 但是还是要提前买会比较好一点 现在看到这里哪有人呢 感觉都没什么人 对 其实现在都是这样子啊 这客运站也都没什么人来坐 没人坐了 很少了 只有我们这种没有汽车的先来坐吧 对 还有老人 小孩 还有有些远的话 像表弟的话 远这么远的地方人家都是坐高铁回去的 我们远的话就是坐公车 或是反正火车之类的 或者拼车 对 送风车之类的 好了 我们现在进去买票了 是吧 都冷清了 都冷清了 你看这里 都是没有人 对呀 有几个人站在门口 可能外面冷一点 里面应该会有一点人 但是不像以前了 以前读书的时候 来买票经常都是排队 排到外面这里来的 以前肯定人多了 进来了 我们现在已经进车站了 但是又去那边买票 这边是后车室 是吧 对呀 也没什么人 对 哈哈 售票厅 你看 没票人很少的 这边是自动售票 只有自动售票是吗 没有 那边也有人工的 好像没见到 诶 这里是吗 不是 我看一下 为啥都没有人工售票呢 现在是中午时间 有上菜班的说法吗 没有吧 没有嘞 都有 但是今天不懂为什么 看一下这里 没写什么是吗 没写 人到中午真的是吃饭休息时间 有这样子的吗 我不知道呀 以前吃饭的话都会有一个人的 都会不断的呀 对呀 你看人家都在这里 那里上面有 前面有一个空刷是什么 10克表而已 票价公式 哦 票价公式而已 涨价了 因为如果他们没有人工的话 这些老人根本就不懂 用那个自动售票来买的 等一下给他们买的钱吧 因为我们也不急 这里怎么那么空啊 哦 这里很宽的 以前是山人海 确实挺大的看起来 但是那边都风雷半了 以前从这里都开到那边 就还有三分之一 哦 那你可以用了 哦 那我现在过去买 嗯 8号的可以买 没有 乔贤 8号下午一点多了吧 下午1点40分 哦 可以 你好 能给我补一张儿童票吗 我这边买不得 26块而已 乔贤 买好票了 买好了啊 就是8号 我买8号的下午1点40分 1点40分 那上次吧 我看一下 哇 你看现在前面已经有人买过了 真是啊 我现在买到座位号是5号了 哦 那也没办法 因为他按讯去买的 嗯 但是意思是说如果再不来 明天来的话估计没有了 还好今天过来买 不过一般有空位的话随便做了 2月8号 不可能有空位的 意思是说我现在提前三天来买 现在已经买到第5号座位了 就是说但是也不一定说都能做到买 也不一定的 不可能肯定买的春节 只不过说可能没有像以前那么紧张 我不懂有多少年没坐过汽车咯 像我们啊 从这边呢 像南客运站坐汽车到我们那个县城 我记得以前当时没有高铁的时候 我们坐了有 嗯 八个多小时 八个多小时 那不是你以为啊 之前我们那里 而且还没到家哦 到县城而已 之前没有高速到我们那里坐车也要三四个小时啊 然后 如果是春节回去堵车 有时候半天都回不到 现在高速路就很快到了 对啊 这里出去吧 哦哦出口 春运票价又涨十块钱 又涨那么多钱呢 六十六块 六十六块 之前是五十六 平时是五十三加三块钱的那个保险 以后是五十六 现在也是加了保险就六十六 像以前我们周围是 你知道多少钱吗 多少钱 一百五 一百五 那你那么远呢 对啊 那么远 是啊 我坐过最便宜的 从我们那里到这里 以前就是十六块钱的快八 哦 零几年了 哦 现在你看涨得好快哦 对啊 那我以前坐过 就是我从南宁坐火车到从佐世主书的时候 几块钱 当时有那个绿皮火车吗 嗯 当时只有那个绿皮火车是怎么样 你知道吗 它是只有风扇没有空调那种 就是很烂的 看你都没见过 我没见过 对 当时还有这一趟车 还有每天周五都有一趟 嗯 呃 当时我们用水认证买的好像是七块钱 七块是吧 好大张哦 哈哈哈 不过它后来它还有那种 呃 好一点的绿皮火车来了 就是它有那个有空调那种来了呀 嗯 其实它本来就有的 我不懂为什么它 还留一趟最烂的那一趟在那里 现在绿皮火车都少了 基本上都很 就是很远的地方才有了吧 对 对了刚才 我不是说这里还有保险的吗 我们不知道 比如说在台湾做车的话 它会不会说自己个人买保险 还是说做的那个车里面 他们已经包含了保险还是怎样 这个怎么样 这个的话是我们个人又买的 哦就是它是必须买的好像 必须要买 对 嗯三块钱 嗯 就是保安全嘛 对对对 就是我不太记得了 可是我如果是坐那个高铁回家的话 嗯 它是可以选择我买的 可以选择买不买是吗 对但是也不贵就三块钱嘛 对但是这种保险我觉得还是买比较好 对啊 三块钱也不多 嗯 这也是三块钱是吗 对啊 这三块钱 以前我记得我们从那里过来坐 其实好像是五块钱 哦你们那里比较远 可能是 我们这里是算是短途了 对啊 你说是短途嘛 也也将近两百公里 对 主要是我们也是属于南宁市管辖的 它也是属于市 是南宁市的市内的一个公交 对啊快八吧 快八了 嗯 嗯 都是卖年货的路边 大梨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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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块钱 六包啊 大梨包啊 那这种没什么人吃的 但是送礼的话还是提待过去才行的 对啊 还是吃这一个吧 五元桂里米粉 醒目的招牌 这里有一家群做红油米粉 它也是卖四块五的桂里米粉 中间也是卖五块钱的生炸粉 旁边是五元桂里米粉 十块钱就给你去 谢谢 谢谢 我来说 你是不是四卷一样 四卷啊 四卷啊 所以想 要两份楼菜 一份二两一份三两 那的 那的呢 那的呢 嗯 他十块过去 对对对 来那两块块来放开 放开 九块钱 好饿了啊 我的是二两 二两是五块 嗯对 可以加酸菜 嗯酸豆角 酸酸酸豆角 现在还是好多人在吃啊 都没有座位了 有一个煎蛋 哦我要的是卤蛋 现在煎蛋和卤蛋是送的现在 这天很多人都陆续回家 我觉得还有好多人来吃啊 缘分的 对 嗯 今年我就 打算就是不回家了 嗯 其实是因为前段时间 不是说就一直买不到票嘛 就算是现在还也放不下出来了 不过还也没有合适的点 我也不知道当初为什么 一进去就没有票 现在有票了 你又不会去了 哎 都已经安排好了就算了 而且那个时间也对不上呢 其实我回去也挺麻烦的 你看 我要从我们这里到车站 嗯 到冬车站 要几十分钟一个小时 从家人 对 从南宁东站做到工程站 要三个半小时 然后到工程站以后 还要坐车子 还要家人来接 起码要一个小时左右才能到家 没有从南宁回到家 可能要五五小时左右全场 要肯定要啊 所以说真的没办法 刚才我们在那里吃粉的时候 听他们在里面聊天 老板说过年不放假 他们也会一直开 开玩笑的吧 不知道吧 反正他里面两个人他们自己都说 如果地球不爆炸 店都不会休息的 这样子说 有可能 哎这样子也好啊 如果他过年那段期间还是这个价格的话 就比较好 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也 加班嘛不回去的春节 又守岗位 对 那本来就是有很多人在南宁的啊 那也要吃东西的啊 特别是春节的时候 想找个东西吃真的很难 难而且还涨价 而且还涨价 他这里应该不会涨 对啊 我不知道会不会涨哦 你知道吗 我们每次回老江那边去 就是说要找吃东西嘛 桂林米粉啊什么粉啊 什么饭啊 都会涨三块以上 其实说句不好听的 我发现你们桂林 好像很多东西都乱涨价 对啊 而且也不是很好 我发现 你知道吗 就是之前很多人不是在说这个五元桂林米粉不好吃吗 什么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他们都是在那里黑别人 有些他就是开那些店 然后连锁店 是卖贵的那种 贵 他们就会 找人或者是自己员工在那里说 哎呀五元桂林米粉不好吃啊 难吃的 对啊 好不好吃别人来吃别人知道 你看刚才我们进去那里一堆人吃 一直都很多人他们这里 我们自己也吃过 我本来就不怎么爱吃米粉 但是我觉得桂林米粉 还可以 然后还有螺蛳粉 还有老油粉 反正我都可以吃 其他粉我不怎么吃 还可以 说到这个涨价的问题 现在什么都涨啊 礼发都涨 春运卖 不知道别的地方有没有这种 就好像我们大陆这边有春运 一趁这个机会什么东西都涨价 对啊 就是我不太理解的是 简头发为什么要涨价呢 就是说过年的时候大家都来简头发 不是更多客人吗 那你就按照平常的价格来收不得了吗 不过他们是不是因为说因为春节呢 他们加班 必须要涨价 那也是过年前 那也是过年前 连理发都涨价 那也是过年前 理发又不是过年当年 不过阿姐没涨 阿姐那也一直都不会涨的 她说涨价有什么意思 我不涨从来没涨过 她说那不是 所以说阿姐还是不随那种 对啊 对啊 你知道刚才我们回来的时候 路边有一个路边理发摊啊 天啊 她那里又没有挡风 又没有什么 就是一个镜子在那里 你知道吗 路边她都涨价 现在小孩的涨到25 大人的涨到35 平时路边那里理发是10块钱 太夸张了 无疑了 你那里又不用竹子 又不用什么的 人家店店里面涨5 我都觉得很那个的 你这里还涨 事真的说都说不过去了 反正票价的话 从董事坐车到现在 每一年春节都涨价 哦 涨多多少少 就根据她那个浮动嘛 不过也涨也不是很多 都会涨一点 像我平时回去56块嘛 现在涨了10块66块 也还可以接受 我们那也涨 但是我不知道是因为陈运涨 陈运涨还是说已经涨了 因为我好久都没有看票价了 你知道吗 就是刚开通高铁到我们那里的时候 就是回去的话是139块钱吧 然后前两年都变成169了嘛 今年我去看你知道是多少吗 现在是170多块钱了 速度没提啊 速度没提到 提了以前都是200 现在提到230 那也就是说我以前坐回去要4个小时 我现在3个半小时 我不记得了 像以前到广州 你看3个多 现在2个半小时都有了 就可以了 他提速了 然后他也涨价了 反正我不是很理解 有些东西就是过年都会涨这个东西啊 真的 不是 我几年表弟不打算回去了 我都叫他回去 然后阿姐叫他回去 但是他说哎 想了一下说不回去 不回就不回了 谁他 因为之前我摆摊的时候 我上班的时候 我也经常不回家的 过后才回去 我以前我也是有上过班的时候 我也没回去啊 如果你自己看我如果打算不回去就不回呗 那过两天 我们再去买点春节你要吃的菜 嗯 那我们现在就回去了 反正今天你买到票就可以了 我已经买到票了 那我们本期影片就先分享到这里吧 希望大家观看影片的同时 记得把广告也看完哦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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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